罗省中华会馆旗下唯一的一个妇女团体 罗省妇女新运会 这是由蒋夫人一手所成立的 而到现在已经迈入了第72个年头了 最近呢 洛杉矶华部举行了春节的联欢会 许多社区的领袖都到场同欢 热闹非凡 在罗省妇女新运会歌舞团这群 杨子军现唱欢乐年年 与贺年两首歌之后 气氛马上掀起高潮 成立已经72个年头的罗省妇女新运会 在洛杉矶华部举办春节联欢会 包括泛美中华会馆联谊会 秘书长黄金泉 中华会馆副主席马国威 乔委员张志豪等 乔社代表纷纷出席 驻洛杉矶办事处副署长刘克玉 致此时感谢罗省妇女新运会 长期对乔社的贡献 所以我们罗省妇女新运会 在我们大家的心目中 都是有最好的名声 都是有最闪亮的招牌 所以我在这边 要特别代表我们经文处 要对我们罗省新运会 致上最诚挚的感谢 而洛杉矶乔教中心主任简许帮 更用流利广东话 向这群伟大妇女们献上祝福 主席黄中燕真表示 妇女新运会成立主要目的 就是服务侨胞 我们妇女新运会 主要目的是为乔包服务 还有我们协助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例如新的移民 或者年纪大的老人 新年我们要去老人中心派历史 我们见了幸福 我们为了老人 新运会还颁发感谢状给李秀群 樊敏之 康利等多位 长期支持新运会的社区人士 洛杉矶市长维拉莱购莎代表方树强 以及蒙特利公园市市长赵潭美声 率事员刘达强 黄维刚也都到场制证客状 刘会议副处长及妇女新运会理事们 共同切下蛋糕和乔社领袖 一起为妇女新运会献上祝福 大家最后就在卡拉OK歌声中 度过一个开心的夜晚 谈光电视张崇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